华林疫情持续趋缓 县府6号宣布开放独木舟 立式滑奖清水活动 游客透过业者预约登记 务必做好实名制 戴口罩 单人单骚等防疫措施 以崇德板下渔场为例 每两个小时以500人为限 而一个教练最多带5名游客 并且每周需要自主快筛 中文宣布二级防疫警戒延长到 123号 让华林新冠病疫情持续趋缓 县府6号宣布再次开放独木舟 立式滑奖清水活动 华林县府秘书长张英华表示 防疫二级警戒延长了 县府与独木舟业者 以其相公所开会讨论决意开放 但业者务必遵守防疫的规范 华林县的水域管制 从昨天我们公告开始 增加开放独木舟 立式滑奖水域油气活动 那么在措施方面 第一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并且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我们业者带着观光客 或者我们有意从事水上活动的顾客 采预约制十连制 独木舟立式滑奖 现单人单收一个教练代理五个人 人次降载为50% 我们业者自己每周要接受快筛 基于防疫的安全 也基于业者生计 生活的发展 大家取得共识就讨论出来 也就是有一个业者 他们有一个协会提供防疫计划 经相关组报省府审核通过之后 可以开始带领我们游客 从事水域油气活动 人数在一个时段两小时 熔炉的人数是以500人为限 据了解过去这个地区 在天气好 非常热门时段 都可以高达1000人以上 所以现在人数是降载 50%以500人为限 华文县卫生局长专门表示 卫生局将派人前往 长者家中查询新冠肺炎 第二期的预言施打 除签署预言书之外 也会请专员协助上网登记接种 也等待中央疫苗到位之后 安排施打 记得专门看守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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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